有用投保货的钱 国报集团总裁朱国荣 涉嫌掏空炒股内线交易三大弊案 各判8年和16年 没想到他却弃保潜逃 法院去年9月对他发布通气 时效长达30年 但根据平面媒体报道 朱国荣可能已经在中国落网 对此刑事局低调 只说一切都在联系中 去年9月7号 朱国荣最后一次到派出所报道后 展开万里大逃亡 当时传出是由超跑达人 周哲南居中牵线 从基隆八斗子到台南搭游艇 到菲律宾老沃再到马尼拉 又飞到澳洲 最后落脚在太平洋岛国万纳渡 但由于朱国荣是广东人 先经掌握勤资 他最后可能逃回中国常逆 一切都还有待证实 朱国荣去年出庭炒股案 双手插口袋 无视媒体跟抗议群众 态度冷冰冰 回顾他的一生可说是充满争议 无论是在街头跟警方爆发枪战 还是在巷弄展开薄火大逃亡 香港电影《神港骑兵》 就是改编朱国荣的真实人生 这款电影演的一样 周间犯科 朱国荣本名朱指钊 1980年跟六名从广州 脱入到澳门的黑帮分子 吃枪洗劫运钞车 截走千万元港澳币现金 之后他逃亡到马来西亚被抓 出于后到香港做珠宝生意 最后在台湾落地生根 多角经营从强盗变成百亿大亨 但最后触犯多项法令 逃出海外 如今传出被捕消息 台湾警方加紧联系 全程紧盯 明镜新闻 李翰 展世峰 台北采访报导